童志祺這時候也上場來 主要就是要像在右外野的 陳泰COPRAS球迷 我今天有非常多 橘山軍們也來到了現場 對 也扣起了滿滿的回憶 志祺這時候自己想要來帶動一下 陳泰這個殺氣的應援 鏡頭這邊也再次帶到過去時期 在陳泰時期的戰友 今天在台北大巨蛋 滿場四萬名球迷 我就締造進場人數的新高 這絕對是對周思琦 拿最好的隱退禮物 我今天畫面上甚至有看到球迷高舉標語 要看周董 不用等12月 9月21號22號 來台北大巨蛋也可以看到 以前的這樣的一個回憶 要量化 剛榮的這一季直球 周思琦出棒打到了左半邊 三里的界外區 劉基宏現在在找落點 完成了接殺 周恩兄弟在周思琦 隱退主題之後的第一場比賽 是以兩分的差距 打敗了目前下半季排在第二的衛拳龍隊 現在雖然說個人的成績沒有開張 不過我相信周思琦也非常希望 能夠上來參與到球隊贏球的過程 平野輝教練 也在賽後向周董事送上了擁抱 今天的台北大巨蛋 滿場四萬名球迷 我就締造進場人數的新高 這絕對是對周思琦 拿最好的隱退禮物 華山君是以4比2打敗了衛拳龍隊 周董、周思琦 在他的隱退主題第一場比賽 也跟著球隊拿下了重要的一勝 周思琦這時候也上場來 主要就是要向在右外野的成泰COPRAS球迷 我今天有非常多橘山君們也來到了現場 對,有起了滿滿的回憶 職棒生涯的第一個篇章 那就是加入了當時 戰力也非常堅強的成泰隊 在一起,發生了幾次 或許潛力也會有些的 的,有機閒 敵人 為此 我們已經完成了 我們開始了